关心一下现在中东局势非常紧张 今天又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新变数 这个是美军驻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在5号晚间遭到了火箭袭击 是有人员的伤 受伤的 有5名美国人员受伤 其中还有一名美国人的伤势是非常严重的 基地人员正在进行袭击后的损失评估 当然现在还不清楚 这个攻击是否和伊朗威胁报复以色列有关 至少伊朗在日前有表示说 美国力挺以色列 所以美国应该对哈马斯首脑哈尼亚的死亡 负一定的责任 美国现在在干嘛 拜登正在和他的这个 呃我们讲到这个布林肯两线分工 第一线的布林肯正在昼夜不停的展开外交 拜登呢今天会在战情室 美国的战情室召开国安团来讨论中东的局势 呃以上的消息哦最新的变数我们带给大家也带给亮哥 亮哥帮我们分析一下哦您觉得这一起对于美国驻伊拉克的空军基地究竟有多大的概率是伊朗直接报复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一波的反击啊可能他的面会远超过大家的想象啊 啊因为伊朗认定以色列的暗杀行动背后是美国支持的啊 那这个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个伊拉克美军基地被攻击是不是伊朗所谓啦 嗯美国会做调查 而且美国是有仇必报 他只要有美军人员伤亡 他百分之百报仇 对啊 这个是他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建立的基本的规则啊 啊那目前不知道是谁打的因为我也可能是来自黎巴仁真主党啊 那也可能是当地的什叶派的民兵啊像圣城旅啊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伊斯兰的圣战组织啊之类的啊 我认为伊朗不会直接打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啊 他没有必要啊 所以比较可能是什叶派各种民兵打的啊 嗯那可是这一次伊朗反击以色列可能会总动员啊 就是所有的什叶派的武装组织啊 包括胡塞武装 包括伊拉克的圣城旅啊 包括这个黎巴仁的贝鲁这个黎巴仁的珍珠导 还有伊朗本国所射的无人机跟导弹等等啊 我认为可能会同时同时启动啊啊 那时间也可能不是只有一天啊 因为4月那一次我们知道伊朗就是蜻蜓点水吧 那打了以色列境内大概边境上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基本上并没有把平民当作对象 那这次很难讲啊 还有第二个就是伊朗上次在攻击之前就 通知了美国还有以色列啊 那这次我看到目前为止惊悄悄啊 他等于是不预警就要攻击啊 那还有第三点啊 我们知道上次伊朗跟这个 什叶这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导弹火箭弹 他被拦截的比率超过96%啊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约旦还有沙特的美军基地 都协助做地对空的拦截啊 那这个需要约旦政府跟沙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配合啊 那这一次我认为沙特跟约旦都有点被惹毛了啦 嗯 就是你怎么可以暗杀哈尼亚了 你你你你这个做这个动作 是有两个重大意义啊 第一个就是你根本就不希望加萨有和平嘛 嗯 阿尼亚是温和派啊 那他是哈马斯特别对外的接触的领导人啊 那你把这样的人杀掉 那以后怎么谈判啊 那还有一个更大规模的疑虑了 认为以色列是配合美国在破坏北京宣言啊 所以坦白讲这件事情中国大陆也非常生气啊 就基本上中国大陆好不容易把巴勒斯坦的14个派系 把它都拢在一起 那大家已经共同愿意接受 这个以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为主的一个联合政权啊 而且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有四个国家都说愿意进场来做监督 嗯 已经谈到这个程度了 那你竟然还干这种事啊 所以我讲白的是 除了以色列跟美国之外是人神共愤啊 甚至连欧盟都不以为然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恐怕会没完没了啊 嗯就是 伊朗跟他所结合的什叶派的民兵各式各样的武装的力量 恐怕 会对以色列开始搞消耗战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次性的 嗯 反正他就是长期我就跟你耗啊 看你多厉害 因为你要知道啊 以色列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啊 因为他国家小 人口少 以色列的国防军IDF啊 事实上他整个编制不到17万 嗯 对我跟你讲 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啊 就他如果真的缺冰原的时候 他真的会难以地补啊 然后还有就是铁穹系统啊 他的数量是有限的啊 所以如果 因为我攻击你然后你就不断的用铁穹在做地对空的自我保护啊 可能隔几个月之后你铁穹的飞弹就用完了看你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这一趟 这次的伊朗的反制啊 不能小觑啦 因为很可能是一个 长期的消耗战 就是 反正他们一次性也打不赢以色列嘛 是 可是呢以色列有一个先天的缺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打消耗战 不然我就看你美国你就永远待在这里吧 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讲是制造出一个空前的大僵局啊大危机 是 那这个阿拉伯国家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非常生气 这已经不分顺利派跟什叶派了啊 我觉得你怎么可以杀哈尼亚了这个 你等于是破坏和平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啊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都冷眼看以色列要受到教训啊就这样 嗯是好 亮哥若以你刚才的推测来看 就是美以共同把事情非得要推到现在这个僵局 那目的就是要让伊朗 第一是羞辱你 第二看你怎么样来一个回应 那目前我们看样子呢 亮哥觉得是打消耗战 但是伊朗方面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的必须叫就这一事情暗杀的这个事情来惩罚一下以色列 惩罚真的会是消耗战吗 接下来有一个动向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哦 昨天跟大家有提到过就是说俄罗斯的一架运输机不是已经运抵了伊朗了吗 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秘书少一谷5号的时候也访问了伊朗德黑兰会晤了伊朗总统 随之而来的就是刚刚提子三妹提到的这个运输机了 当然现在有两名知情的伊朗官员投入透露说俄罗斯答应给伊朗的军员已经开始运送了包括先进的雷达和防空系统 呃我想请教一下亮哥哦那您觉得目前来说呃如何看待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俄罗斯的这些军被送到了 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有大量的俄国的国籍的犹太裔他居住在以色列他也不想跟以色列的关系搞得如此之将 但是他也非得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武器来送到那您觉得少一谷在这么观念的时候去究竟是要让伊朗驻守还是要给伊朗支撑说那你就打消耗战吧 不啦坦白讲这个是礼尚往来啦俄乌战争的时候伊朗也提供了无人机啊对不对 而且还跟俄罗斯合作成立无人机的制造基地对 所以人家也帮过你啊而且我觉得主要是纳坦尼亚胡啊太嚣张了你知道他昨天说什么吗嗯 他说他警觉到伊朗即将攻击以色列不排除以色列先打伊朗先发致人 对你这个时候还讲这种话啊你看这个人嚣张到哪边去了 你在人家的国家内人家总统就职的贵宾你在人家的国家内把人家来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贵宾给杀了 你毫无愧疚之心啊而且他到现在还不承认嗯他只承认他杀了那个黎巴嫩珍珠党那个高阶顾问是他不承认哈尼亚是他杀的你知道吗嗯 那这个我当然可以理解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承认啊 因为他承认的在这个美国就就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那我觉得现在拜登也是非常的苦恼 因为拜登认为他的剩余任期啊 他最可能做的就是加沙的和平嘛 那美国想要主导这场和平啊 他不要让中国 这个得到机会来主导嘛 所以拜登就认为你把我的局给搞砸了 听说他跟纳坦尼亚胡通电话 还大骂他一顿嘛 你到底在干嘛啊 你不要再这样吃定我 坦白讲纳坦尼亚胡还是吃定美国啊 拜登就是一个没用的窝囊废嘛 你看那个欧斯汀还是派了12艘军舰 包括那个航母直接开到中东啊 所以你美国这种两手策略啊 坦白讲大家看多了啦 你在外交的辞令上透骂纳坦尼亚胡 你的警告都是假的嘛 我就看到你派了军舰去 而且这些军舰总共载运了4000名美国的陆战队 所以你美国具体在干嘛 人家还看不懂吗 所以少在那边演戏啦 我看人就觉得非常恶心啊 所以根本不要寄忘美国啦 这种事情啊 我认为这种事情就是他们都是怎么讲 在演两手啦 在演双簧啦 你不要寄忘美国 会去警告以色列 会要求以色列对他做军事上的警告啊 我认为根本就没有 以色列就是吃地美国啦 那美国就是束手无策啦 只能够继续配合啊就是这样啊 那所以到底美以演的这一出戏 是美国主导的还是以色列主导的 现在有两派说法 暗杀的事情是美国要求以色列去做的 但以亮哥的推测 你儿子怎么能要求老子做事呢 我觉得美国是不希望北京宣言成功啊 所以就希望制造一个变数嘛 因为你要知道啊 美国本来布德局是以色列跟沙特建交嘛 对不对 是 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就是朝向这一个嘛 就是以色列跟顺尼派和解 然后联手来对抗伊朗 那结果中国大陆给你釜底抽薪嘛 我就直接让顺尼派跟十一派和解嘛 对 坦白讲中国这样做 才是永久和平之路啦 阿拉伯内部当然要和解嘛 那接下来再来寻求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和解嘛 这个本来就要分两步走嘛 这个北京北京的宣言 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思考的逻辑 才是正办 那可是美国知道绝对不能这样啊 这样中东 他就没有办法制造矛盾啊 那阿拉伯人毕竟血浓于水嘛 你如果让宗教矛盾化解掉 那阿拉伯人就会团结在一起啊 那美国独厚以色列这个盘怎么弄啊 所以我认为 美国在大战略上 是要破坏北京宣言 破坏 什叶派跟顺利派的和解啦 所以乐见啊 这个能够促成以巴和平的各种力量被破坏 那这个冲突一发生 那接下来 在伊朗打以色列 那基本上 什叶派跟顺利派和解这个局 就会被弄破嘛 那中国大陆主导的北京宣言 也会被弄破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美国这个跟以色列这两个国家 真的是非常可恶啊 完全为了自己的中东的自己的利益啊 然后要制造各种动乱的因子啊 然后让加沙战争难以结束啊 然后让这个什叶跟这个顺利派的和解这个局啊 再度受到破坏 是